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5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几位 25年前经历六四的朋友 请他们分享最深刻的六四印象 以及六四如何改变了 他们的人生之路 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纽约民间组织中国控诉的 负责人赵华光先生 他在六四的时候 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系学生 也是发表天安门广场唱响曲 等诗歌的广场诗人 中国民间组织天恩国际基金会 理事长瑞昭怀先生 他在六四时 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工程系学生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 资深政策顾问 晚年周恩来艺术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他在六四的时候 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 周恩来生平小组的组长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 他在六四时 是赵紫阳建立的智囊机构 国家提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综合研究室的主任 六四时 他在德国做访问学者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 1989年6月 那个令人心悸的夜晚 25年前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六四 不管是街头的学生 还是声援的民众 不管是体制内的人士 还是体制外的群体 都以自己的方式 见证了中国历史上 最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幕 那个血腥的夜晚 在人们的心中 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那么今天呢 我们首先来听听 几位嘉宾的故事 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瑞昭白先生 我们知道六四的当天 您是在北京 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当时您见证到的 一些印象好不好 准确地说呢 我觉得现在回扬起来 当时的镇压呢 应该是从6月3号的下午就开始了 因为当时那天下午 我就在广场和天安门 到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就在广场的西侧 以及长安街一带 就已经有大批的军队了 和人民形成了一种对峙 那么当时就可以看到 军队的第一道人墙后边呢 就会有军队的人员 手拿着这个钢盔啊 就是跳起来往外边去 砸这个民众 我也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中年人吧 当时是满头的鲜血 当然了他把他那个头盔也抢下来了 被大家就当时就送往医院了 所以我想准确的呢 应该是就是从6月3号的傍晚时分 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到当时呢 我是在广场 听到当天晚上可能会军队有所行动 所以呢 号召呢 大家到北京城的各个地方 去这个堵截 拦截这个军队和军车 所以我当时就到了那个 北京北部的这个马甸一带 那天晚上也是有大批的军车 就是从北京的北部要进城 我们也很多学生和民众呢都在那儿 等于是把他们拦截下来了 不过还好 这一路当时是并没有开枪 但是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还在那里哈 就是当时应该是六四的凌晨了 应该天安门广场已经开枪了 就过来一辆这个汽车 后边有一个拖斗了 当时呢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小男孩 满身的鲜血就已经躺在那个拖斗上 应该说已经死了啊 他的旁边呢 站着他的妈妈 应该说那个目光啊 就是非常的呆滞了 已经很无助的样子 就那个场景对我就是一个非常震撼 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赵黄先生您当时的 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 投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失去了自由 我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被他们送回了 从北京送回了我的工作单位 江海油田 但是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是在美国之音和中国自由之声的 那个 短波的收音机里面我知道了 我最早接受这个信息以后 就是两个字 第一个是什么懵 全懵了 整个人全懵了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是发生的 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最重复的是 最重复的就是 一句话 太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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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自己在 然后就是急 非常着急 为什么着急呢 我从北京送回来的时候 当时有在广场上认识的很多的同学 很多的民众 给我留了很多的名片 这个字条 上面有记载他们的 包括很多学生 记载的他们的这个电话号码联系地址 我非常着急 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 我赶快我要看看有没有能不能跟他们联系上 所以那几天 我把我所有的字条名片我找出来 我切放北京要跟他们联系 但当时我们的通信的那个电话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 我被他们放到一个加油电的一个工厂里面 我的数据在旁边就变成了一个值班室 有公安科的人24小时在那值班 所以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到我们厂的总机室 要打电话 厂的电话需要总机转的 我去那个总机室里面就打电话 但是非常遗憾 我基本上就是像石油这个班的 我们这个班的基本上还能联系上回来了 但是其他的给我的那些照片的 留下的基本上没有联系上 我没有他们的任何任何任何阴性 那你当时心情肯定是非常的焦急 对 我非常沉重 非常沉重 好 再听听高文谦先生 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您也是在北京 那么您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高文谦先生现在有点事实过程 那么听听小农 小农我知道当时你是在德国访问 但是是以中国官方官员的身份 那么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 然后这个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 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抗议游行最早是在五月初就开始了 然后六四以后继续举行 当时在北京 由于有这个学运再加上格尔波乔夫访问北京 所以世界各国主要电视台都拍了大量的记者到那里去拍摄 然后呢 因此六四的整个过程很多记者都拍下来了 特别是香港电视台和美国的电视台记者 拍摄了六四镇压的很多现场记录 那么实际上中央电视台后来播放 关于六四的很大部分的场景的片子 都是从香港的电视台拍摄的节目里录取下来 六四之后 世界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在香港有100多万人游行抗议 台湾也有50万人 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全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 世界各国主要的政府对中国宣布经济制裁 当时在比方在美国和德国 这个留学生很多是公费 他们的助学金是由领馆发的 但是他们仍然勇敢地走上街头去抗议 当时在美国和德国都成立了 独立于大使馆 不受大使馆操纵的独立的学生联合会 我就是和西德的全德学联的代表 89年的7月到美国来参加了 美国全美学字联的第一次成立大会 这个大会代表着美国的留学生 第一次和中共的体制举例 好 那么我想当时就是 不管是您在北京还是说不在北京 还是说在其他地方 我想听听你们当时听到这个镇压的情况 尤其是瑞昭怀先生 您当时是在北京 而且您也介绍刚才您提到一个小男孩 死在那个车上 您当时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当时就是一种极度震惊的一种情绪 总的来说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 给我形成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人民的政府 怎么可能会对人民采用这种开枪的方式 在极度震惊的情况之下呢 就自己觉得对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世界观就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一种感觉 那是一种非常震撼的 就等于要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的这样的感觉 那六四发生以后 比如说当天六四已经在镇压 六四比如说五月 六月五号 六号 七号等等 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到底还回到校园呢 还是说怎么样的 您简单地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吗 对 六月四号以后镇压以后呢 实际上大家都比较安静了 但是周边的同学呀 包括邻居啊 大家都是在骂 可是普遍在这个民众和同学之间 蔓延开来的是一种恐惧 就是上街建造军队都要离得远远的 我觉得这个当时是一种 很普遍蔓延在社会的一种气氛 学校里呢 北京的同学呀 也都回家里了 外地的同学呢 也基本上都在校园里没有出来 好 我刚才听到高文静先生的 这个话筒上的声音 高文静先生 你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吗 高 高先生 纽约的高文静先生现在还没有回 高先生 请讲 我想 好 那还是回到赵华关先生 那么赵华关先生 您跟我们说说您当时的这个情况好吗 我当时的情况呢 就是一个非常着急 在广场上 我基本上从4月17号开始 基本上每天晚上下课以后 我都会到基因杯上去 我当时给他们成了是我每天会写一首诗 但是后来有很多的同学 也接受了很多的学校的学生 包括一些这个市民 他们给我留了地址 有的还找到我的学校去过 枪声响了以后 实际上就是一个答案已经 已经给全国人民给全世界已经 国内党有了一个学历这样的一个交代了 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想办法找到我知道的人 他们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危险 所以我拼命地想千方百计地找 但是当时因为我已经实际上已经出入一个不自由的状态 那么我身边的人呢 这个时候他们也已经既然知道这个答案了 我刚回来的时候 我们文联的 还有我们原来诗会的那些朋友 也经常过来跟我说 华光你的诗写太好了 太提气了 但是枪响过后 大家在公开的场合 基本上是沉默了 在私下里还有一些愤怒 有些选择 但是这个时候更活跃的 就是那个企业里的那些政工干部 然后公安科的那些人 他们相反的非常活跃起来 我基本上从早上 你是所谓活跃起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得意起来了 就追查开始 就是很得意了 就是很得意了 因为我当时有两个人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 一个是姓顾的 是我们公安科的 已经刚刚退下来的一个公安科长 我平时跟他没什么交往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每天早上七点钟 他会准时地出现在我寝室的门口 还有一个基层的一个支部书记 这个人 这个人姓王 我基本上跟他没有过什么交往 他们两个总是农班的 农班的在我的跟前来出现 好 再听听程晓农先生 农晓农先生我们知道 刚才我们提到的锐昭华先生 锐昭华先生和赵华光先生 他们都是可以算是体制外的 因为他们都是学生 但是您当时是在赵紫阳的智囊机构工作 而且职位也挺高的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当时对于六四的镇压 您是不是有一些预感 那么在这个山羽玉楼 丰满楼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最后是不是已经 当时已经决定要跟这个体制 有所决裂还是怎么样 实际上我在这个六四八发生之前 就有某种预感 因为在这个1989年3月份 我在西柏林的时候 收到了我们同事给我寄来一封信 专门说明 这个当时根据他们的名义调查 1989年非常可能发生学生运动 所以我对发生学运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知道这个赵紫阳当时的地位 已经岌岌可危 他十三大以后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 但是他知道邓小平对他完全不放心 而且对他有严密的监控 因此他连与这个军委副秘书长刘花青见面都不敢 先后刘花青三次找他 他三次回避 从这一点我就知道说 赵紫阳其实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即便六四镇压不开始 他都可能成为替罪羊 所以六四发生之后 我才知道共产党实际上有一个更大的预谋 六四发生之前 他就开始准备编造赵紫阳间谍案 以便按照他们传统的思维 把六四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的操纵 这个所谓的赵紫阳间谍案指的是 赵紫阳通过我这个研究所 然后与美国金融家George Soros的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基金会 然后再与中央情报局联系 因此想得出结论是 中央情报局操纵赵紫阳在操纵学运 因此在5月20号 六四还没发生之前 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 已经派了两个组进驻我的研究单位 然后六四之后 我的十几个同事被抓进秦城监狱 我如果当时在北京 我肯定也被送进秦城 原因是我们这个所与赵紫阳联系的 唯一的人就是我 我是经常负责和赵紫阳联系的 如果我再就成为 这个所谓赵紫阳间谍案的关键人 后来这个赵紫阳间谍案 因为美国华盛顿邮报 8月8号刊登了这则消息 然后美国富商George Soros 专门写信给邓小平 说你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而且他说我的 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抓 这个非常荒谬 他说我这个基金会 在北京的中方负责人 就是你们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林云 如果说你们要坚持说赵紫阳 是受中央情报局操纵 那就等于说你们国家安全部 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 这个说法极度荒谬 由于这封信 然后赵紫阳间谍案就销声匿迹了 好 我们再从这个六四那天 倒回来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瑞昭怀先生 您是在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 参加了整个 从胡耀邦死的这个抗议 到后来的绝食 到最后的这个镇压 整个全过程您都参与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是天安门广场上 绝食的学生之一 您刚才说到六四的屠杀 让您对这个政权有了彻底的这个幻灭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 在当时您是学生绝食的时候 学生绝食的要求之一就是和政府对话 但是政府一直没有和学生对话 我想问问当时学生章 是不是已经其实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您作为当时的绝食者 您跟我们说说您当时的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实际上当时我只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应该是19岁 我感觉还是政治上还是非常幼稚 所以关于学生的对话要求 没有被答应的时候 也没有预感到说 政府会采取什么其他强力的措施 一直还是认为既然不答应 那么我们就还要继续的这种 继续抗争下去 继续要求下去 实际上那个时候也并没有意识到 任何的这种风险在 而且我作为一个当时很普通的一个学生 并不属于这个学生联会的这些领导了 基本上就是在进一步的等待 看看高自联 学自联的这种 进一步的这种他们的想法和思路 实际上是一种等待 还是在等待 希望能够这个对话能够成功 就是您当时完全就是拼了一腔热血 然后也是在听从这个学生组织的这个领导 对 我跟很多人对话 就是当时在天文广场上 他们学生中其实 大家看到都是非常壮观的场面 但是实际上很多亲历者跟我说 实际上当时学生体会到相当大的恐惧和紧张 就是他们的心里 其实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小孩 就像您说您当时才19岁 我想听听赵华光先生 您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您当时可能年纪比锐昭淮先生要大一点 要大几次 当时呢 说实话我们开始没有想那么复杂 因为要帮先生去世以后 就是自发地去广场 去打电台 整个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秩序 非常有秩序 我们每次去新鲜花圈 有专门自己的组织者维持秩序 非常有秩序的 怎么突然的之后到了4月26号 就突然的跳出来一篇摄论 这个摄论出来的时候呢 说实话 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有点 虽然很多疑惑 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很多非常惧怕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产生的 并且我第一次看见 这个军人上街的时候 不是在5月份6月份 就是在4月21号 这天我记得非常深刻 因为22号是追到会 那天21号的下午 我们下完课以后 就从学校里面坐车到出门 出门下来以后就去广场 我们走到广场的时候 每一棵行道树的下面 都有五六个解放军战士 他们扎的腰里扎的是武装带 那个解放鞋穿得非常直接 就在那里的待面 后来我就听说 今天晚上开始 九点钟以后 不允许有人再进来 只可以出 不可以进 那么实际上 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很幼稚 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中共它已经开始 磨到火火了 好 高文天先生 他的技术故障这边 终于解决了 我想听听高文天先生 因为我知道 您有很多故事 当时您在天文广场上 刚才我们讲到 六四的见证情况 那么请您跟我描述一下 当时您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好吗 六月四号那天 我两次亲眼目睹 那技研部队士兵呢 这个开枪射杀北京市民 六月三号那天晚上呢 我几乎一晚上呢 我没有睡着 那么我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呢 看见天文广场的那边的火光 同时呢 也能够听见广场的枪声 和人群的这个喊声 呼喊声 那么六月四号早上 我听美国之音 这个报道说 基研部队已经清场完毕 我立刻骑着车呢 就往这个天文广场那边骑 那个一路上呢 可以说是沿途都是一片狼藉啊 这个像战场一样啊 这个水泥桩啊 还有这个 这个乌轨电车都堵在路口上 我骑车骑到北京沙滩的时候 就美术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一队的话呢 军车呢高速开过来 这个因为当时呢 天已经亮了 很多北京居民呢 都站在马路两边 在那块一轮纷纷 这一列那个军车呢 看见这个人在这个路口站着 而且这个路口又被挡上了 所以他先就扔了一颗这个 吹雷瓦斯 然后就嘟嘟嘟一梭子 然后当场就两三个人呢 倒在那个雪波中 接下来呢 我呢就是到了这个南池子南口 在公安部门口前面呢 就看到了当时北京市民 和这个已经占领广场的 戒严部队士兵两方对峙 市民呢骂这个 戒严部队士兵的法西斯筷子手 那么呢 结果那戒严部队士兵呢 就端出枪就冲出来 就是向这个市民这个扫射了 当场大概就四五个人 就是中弹 我的话呢 就是赶紧随着其他的人的话呢 就往胡同里面跑 而那这杀红颜的士兵呢 还继续端着枪呢 往小同里面来那个追杀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当时蹲在一个墙根下面 我边上呢 是一个登三轮的一个老大爷 他当时气得是浑身发抖 说这真是造孽呀 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 都没有这么杀呀 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得了 那么等这个枪声这个 这个过去之后呢 这个有一个小伙子 借这个老大爷的这个平板车 来这个拉人把送到医院去 那么台上车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中年人 当时呢 由于失血过多呢 这个脸色呢 已经变成黄绿色的 这个25年了 这个这张黄绿色的脸呢 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好 高文宁先生讲的这个 非常感人 瑞昭怀先生 我想回到您 就是您当时参加这整个过程 我还是想回到当时六四 您的一些记忆 您当时印象最深刻的 到底东西是什么 除了那个小孩子的印象 那个形象以外 您当时跟您周围的同学 同事还有您的朋友 您感觉您印象最深的一点 是什么 对那一天的记忆 或者整个六四的 过程的记忆 我觉得从整个过程来讲呢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大概是四月十九号 就是新华门事件 应该是发生在晚上 当时也是学生 有了七点的一个要求 那么希望能够和政府对话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从天门广场 逐渐地进发到那个新华门 就是南侧的那个门 去静坐 当时应该说这个事件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呢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旁边也有这个 好像是香港的记者 大家也都一直在聊 学生们的诉求 而且也是运动刚刚兴起 参加的人数呢 应该并不是很多 在几千人到上万人 这质量的一个规模 但是恰恰就在这一天晚上 到了凌晨的时候 应该是就冲出来 很多的警察 不但没有这个 接受学生们 任何的这种对话 这种要求的这种 没有同意 反而呢 对学生们的形成了一种驱感 当时是第一次 应该说是学生 面对这种暴力驱感的情况 大家都在疯狂地跑 包括我说刚才看到 那个记者他的这个照相机 也被抢到 抢到然后被摔到地上 应该说这个对我的印象呢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在那一天晚上 我亲眼见到警察打人了 而且事后呢 也有照片为证 这个我觉得是 一个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就整个六四民主运动的 一个转折点 就是学生的和平请愿 遇到了警察的这种 暴力的许算和镇压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学生们说要罢课 因为受到了这种 强力的这种压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运动 走向高潮的和矛盾激化的 一个处始点 所以这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赵华刚先生 我的印象呢 在我的一首诗里面 也是说得很清楚 我在写这个 六四的台湾长的 刘望诗歌的时候 我说 这个 没有谁能够想到 那场人造的风暴 其实是个彻头彻骨的阴谋 一座森林被点燃 纵火者躲在山后浇油 火势在手掌上愈演愈烈 一棵树倒下 又一棵树倒下 一座森林的浩劫 从那伐木者堂皇的理由 总的具体的说来的话呢 就是三个概念 我刚才谈的一个秩序 第二是爱 第三是子弹 这就是我对六四的影响 秩序我已经说过了 所有的学生 上每个学校的学生 都是非常有秩序 生怕别人进来捣乱 给共产党 给政府留下口识 谨小胜微的 这样的来行使 来行使 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爱 不管是在前期的 对这个学生的声援 尽作的声援 包括后来 这些市民 这个自告奉勇的 自发的来阻止 这些牧牛牛马进城 设置路障 到最后的 在枪林淡雨里面 流着眼泪 来抢运这个尸体 抢救这些伤员 等等 这一系列都是自发的 包括全国人民的声援 都是充分体现出 对国家前的爱 但是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秩序 所有对这个祖国前的 未来命运的爱 对人民的爱 对学生的爱 换来的是 中共的子弹 这是我对六四的 一个最深刻的影响 好 再请高文谦先生说一下 高文谦先生 我们知道 就是当时 中国北京啊 其实很多的知识分子 包括体制内的人 像您这样的 就是当时是 实际上是在中央 这个单位工作的人 您的很多同事 都参与了这个游行的情况 和这个镇压 就是默读了镇压的情况 请您跟我们介绍 当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 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在六四期间 镇压期间 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对六四呢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的 起伏最大的一段经历了 那么对我感受最深的呢 就是的话呢 民族的这个精神 和正气的空前的一种释放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四二期大游行 那么就那些天呢 我们的话呢 一直的话呢 就是往外面跑 脸都晒黑了 因为我们机关呢 有很多都是团中央来的人 那么呢胡耀邦呢 是他们的老书记 所以呢我们的机关呢 当时是非常活跃 那么四二期的时候呢 我当时的话呢 就是骑着车子 站在这个复兴门 那个桥头上啊 看见这个清华大学的队伍过来 走在最前面的呢 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这个教授 他们打着一个条斧 是用一块白布 毛笔字写的 跪久了 站起来溜溜 我看了这些字之后啊 我的眼泪啊 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凡是有些阅历的 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他是这个知识分子 在多年的连年症的运动中 被整怕之后呢 从心底呢 发出了一种呐喊 而这种呐喊呢 最后是被坦克车 无情的给那个碾碎了 那么中央文学研究室呢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都是到街上去 这个那个时候呢 我呢是刚刚给提拔到 那个市里面来 所以有一些刚到市里面的 研究生呢 大学生呢 将我的军 说小高啊 你带我们上街去游行去啊 我当时一开始呢 我婉拒了 我说呢 这个我的心跟你们是相通的 但是我的身份不大方便 但是呢 到了学生绝食以后呢 到了这个第六天 很多的话呢 民主党派负责人出来讲话 各大学的校长也都出来讲话 但是执政的共产党呢 无动于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呢 救护车的声音呢 真是令人那个揪心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想再掏毁了 这样子我和的话呢 两个事务委员 他们俩都是胡尔邦的秘书 那么带领呢 机关的话呢 上街去游行 我还负责起草了一封 就是中共中央文系研究室 自愿请愿团的公开信 要求的话呢 这个共产党呢 能够在这个 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 能够的话呢 承认学生的这个爱国行动 否定四二游社论 同时提出来清除腐败 从最高领导人做起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成为我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罪状了 好 再听听小农 小农你当时呢 其实也是说实在的 和高先生一样 也是体制内人士 那么请你介绍一下 你当时的这个情况 尤其是你周围的这些人 知识分子和学生 他们互动如何 然后最后六四发生以后 他们情况又怎么样了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的同事在国内 其实相当谨慎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我们那个机构 和赵紫阳的关系 比较密切 虽然当时这个机构里 负责和赵紫阳联络 接触开会的是我 我不在国内 但是他们还是很谨慎 因此大部分人并没有 直接地和学生参与各种活动 但是他们是一直在支持 和同情学生的 但是我知道当时北京 差最多的一天 上街游行的人数达到100万 北京市区的就业人口 总共也就是二三百万 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 全上街游行深渊学生 这样的规模 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几乎大部分中央机关 都打着横幅 把他们机关的名称 写在那儿出来支持 相当一部分工厂 各大学 中国社科院 连人民日报都上街了 这个而且人民日报 有几天对整个活动 进行了这个相当客观的报道 我这里想回过头 来补充说一点 就是关于六四期间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实际上在六四镇压之前 我就知道不妙了 原因是5月7号 我和国内联系的时候 已经发现 邓小平5月7号 已经秘密离开北京 到外地调兵去了 据说是在武汉 那么当时这个做法 是瞒着中央政治局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按照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 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军队才能够戒严 否则没有批准的情况下 军队擅自调动包围北京 那就是军事政变 事实上 中国后来发生的 六四之前的军队包围北京 就是军事政变 因为军队按照计划 5月18号进程的时候 当时北京并没有戒严 这个国务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 都没有发布任何这方面的指令 而实际上 邓小平军事政变的对象 主要就是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 和当时人在加拿大访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六四的镇压 可以从陈晓农现在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 那么最后我想请高文谦 现在总结最后这一部分的讨论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六四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时候 您一直有技术故障 就六四发生以后 立即的您在您身上 您感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发生在您 就您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六四发生有 你已经见识了 刚才你提到的那些见证了 刚才那些杀人的场面之后 这六四发生之后 我的心里面就是悲愤莫名 因为6月4号就那天 我骑着自行车 在北京城转了一圈 看到各处的惨烈的 这么一个场面 我回到家里面 晚上回到我母亲家里面 我把当天的台里给扯下来 在上面写了这么一行字 国商日 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然后我把它缝在被子里面 我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让它重见天日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心情非常悲愤的 这个听说戒严之后的话 我们那时候的话 这个机关里面 有很多人 就是都让在家里面了 不让上班 怕误伤 那么我那时候 每天的话 我就守在收音机前 来收听美国之音 来这个每个小时的新闻 这个报道 我来的话 就是把情况赶紧告诉我妈妈 另外那时候心情不好 我们的话 就是我把贝多芬 命运交响曲 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怅交响曲 不断地听 那么那时候 我想再说一点 美国之音的事 那么收听美国之音 那时候干扰非常大 因为在我妈妈家附近 有总参二部的干扰台 那么除了强烈的噪音之外 还有高分贝的革命歌曲 听一会儿就受不了 但是就这样子还要听 后来找到一个窍门 什么窍门呢 我们机关里面 有一个陈云原来的秘书 他告诉我们说 陈云是每天早上散步的时候 要听美国之音 那么总参二部这个干扰台 只是在那个时间 把干扰听下来 这样子我们抓这个机会 我们也就听 所以那时候就好多了 那么关于这个六四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当时群众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就是举梁小生 这个例子就可以 梁小生呢 当时这个是北京而影的副厂长 厂长呢 是于兰 那么六四之后 他跟这个于兰上班以后的第一天 他跟于兰讲 他说 于厂长 你知道现在老百姓的工厂怎么看吗 我告诉你 就两个字 仇恨 好 有关六四那一天的记忆呢 我们现在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六四如何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人生轨迹 那么我们的几位嘉宾呢 将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